熊孩子玩火把家烧成灰烬家长,小区也有责任,最近西埃市劳动路的一个小区突发大火,据西起火的原因是孩子在家玩火导致的,当晚7点多西埃市劳动路的陕西省体育局劳南小区A座突发大火记者赶到现场时,火仍然未被扑灭附近楼藤的业主也被告知,暂时不得回家说起起火的原因。 小区业主们不约而同的表示,都是着火房屋家的小孩玩火,引发的记者现场观察,发现多辆消防车停在路边并未进入小区参与灭火业主告诉记者,消防车曾多次尝试开进小区,但是小区的道路根本达不到多辆消防车进入的条件。 由于着火房屋在小区西面,大门在东面小区道路的局限导致消防车无法进入救火,最后只有个别消防车从小区外地道路绕到后面才喷水,进行了铺救。 晚上十点多,消防队员排除危险后离开现场,并使用通风设备,排出楼道里的浓烟,着火房屋住户曹先生,确实是小孩在家玩火,引起的火灾。 干销房也实话实说了,是啥原因就是啥原因,这房子是曹先生租住的平时夫妇两人和两个孩子在这儿住。 昨天傍晚玩火的是曹先生,九岁的小儿子不用记者再过多描述,两室两厅,110平米的房子已经被烧成灰烬地板,墙壁,家具,衣物什么都没留下,房东装修的损失。 加上正上方三四层业主的,损失曹先生估计十几万都打不住曹先生,认为,如果小区的消防通道,能设计得更合理一点,让消防车能开进来这火,就不会烧得这么猛烈了曹先生我有主要责任。 这我承认但是小区这边也有责任消防通道不合理,延迟了最佳的灭火时间,将近延迟了半个小时水才喷上来,小区道路确实狭窄,而且着火的熄灭根本没有任何道路更别提消防通道。 目前,曹先生仍然在等待公安消防部门的责任认定书,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 OK